美國國防部上月表示 在美國總統拜登的指示下 在阿拉斯加的上空擊落了多個不明飛行物體 五角大樓空軍準將賴德在其中一個物體被擊落後說 該物體在4萬呎的高空飛行 對民用飛行安全構成合理的威脅 美國國防部發言人昨日向霍士新聞表示 有關不明飛行物體被擊落時都有拍攝影片 不過這些影片仍然是機密 沒有獲准發布 另外國防部發言人就透露 無法提供未來可能發布的時間 一個氣球愛好者俱樂部猜測 被美方擊落的不明飛行物體 至少有一個物體可能是氣象監測氣球 在之前數個星期 一個中共間諜氣球現身美國大陸上空 在2月4日 美軍在南卡羅來納州海岸附近 用導彈將它擊落 並於2月7日發布了部分打撈的氣球殘骸圖片 美國官員說 已經對這個高空氣球跟蹤了一段時間 它在美國上空徘徊了至少7天 美國情報界表示 美軍在2月4日擊落的中共間諜氣球 屬於中共軍方實施的大規模監視計劃一部分 美國官員亦以向同樣成為中共監視目標的盟友 和夥伴通報情況 看完米酒住 記得like、subscribe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 下次再見 感谢观看